二零一六年挑戰立委 對上民進黨籍蘇智芬 張榮為兒子張榮祺落敗 雲林張家走過陰霾 二零二四進軍國會 增強陸戰實力 從雲林拓展六都 三立新聞獨家掌握 張榮祺進入臺中市府 擔任實質等參議 今年三月三十號 臺中農業局推廣琵琶 展授農特產品 張榮祺上臺致辭 和在地小農留下合影 臺中市府證實 他業務多和農業技術行銷相關 前議員分析 雲林張家頗有野心 從親人到親信 張家一路向北拓展政治版圖 除了兒子進入盧氏府 女兒張家俊老公 周柏寅擔任桃園官旅局長 前雲林農業處長 現任北農總經理吳芳明 也和張家友好 鎖定民生農業 張榮偉同步建構空戰系統 四大農業網紅 其中兩人就任職雲林縣府 跟國際接軌 國際事務辦公室成立 張立善親自接牌 由金營文清別鬼扯粉專的 劉志偉擔任辦公室主任 還有一級嘴炮技術是林洪燦 過去城市雲林縣政府計畫處約聘人員 被借調到民政處 文職以上兩人月薪可能不止五萬 就是利用公家資源來養自己的人啊 因為他們要收買的不只是選票還有人心啊 掌握農運系統就連縣府職位 也開放農業網紅卡位 雲林莊家養成計畫持續壯大